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年都在病中度过 苦不堪言没有什么好的时候 甚至会连累自己的儿女 三 背部脊椎的痣 在像学中背部上面的痣说明这个人硬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长在脊椎上 那么代表着这个人得不到贵人的相助 很多时候的运势就会是天壤之别了 为了事业会不停地奔走 经常在外边出餐 根本是无法安静下来 而且就算是辛苦工作得到 报酬也很少 是典型的小人面相 而且经常是招惹麻烦 所以最好是不要触碰 四 脚背的痣 脚背有痣的人是真的奔波密 他们只有不停地奔走才能够赚到钱 只要停留就会是失去动力 失去赚钱的能力 所以他们不得不像流浪者一样到处漂泊 但无情中丰富了他们的阅历 人到中年见识广播 其实他们最惨的不是到处奔波的辛苦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小人出来干扰 可以说 拼视野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小人弄出来的 往往繁不上房 五 人中有智 人中是筋脉汇聚的地方 在面相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 在智想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跟人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中有智是不好的一种特征 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 即使不是生病也是会显得整个人没有什么精神 另外这类人天生是比较胆小的 生活中做事是没有自己看法的 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胆小怕是心中有着什么样的想法都不会大胆的表达出来 六 眼下有智 眼下有智我们通常都会称为类智 如果女人有着类智 其实在智想中是属于遏制的一种 她们在感情方面的发展不是怎么顺利的 感情中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 表现是起伏不定会经历着比较多的恋情 即便是能够顺利结婚 婚姻方面的发展也是不怎么好的 自己跟丈夫的情缘不深 婚姻生活难以安稳下来 在她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会经历着离婚或者是多段婚姻 经历着考验才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其三不九至 两边的三不九至 这类人的性格大多都不稳定 而且脾气还非常大的 生活中的她们一怒冲动 遇到自己不顺心的事就会发怒 往往会容易出现一些不好的表现 财运方面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为冲动 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也会容易流失 三不有志其实也是属于会漏财的志向 财运发展多得障碍 也多有破财的情况出现 八 鼻梁上有志 鼻子是财不公 代表着我们的财运的发展 鼻梁有恶志的人性格会比较霸道一些 虽然在她们的命中会有着一定的赚钱能力 但是因为她们的性格的原因 导致跟身边的人无法很好地相处 总是会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 女人如果有着这样的情况 就是更加的不好咯 事业方面发展不顺利 婚姻中跟丈夫的感情也不怎么好 可以说运势是比较低的 如果她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姿态 情况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咯 九 发肌处长痣 山河中一般痣长在脸上比较常见 但如果一个人的痣长在发肌线边缘 并且位于靠近日月角的地方 这个并不是什么好痣 有这种痣相的人大多命途不顺 并且这种人在中年时期容易遭受灾祸 特别是出行方面 可能是天灾或者是人祸 即使躲过去 以后的运势也不会太顺利 并且这种坏的运势还会波及到自己的家人 钱财不顺 事业难成 并且还有破财的危险 十 臀部长痣 有些人的臀部会长胎肌或者是长痣 而像学中认为 臀部长痣的人密犯桃花 这种女人的外貌比较出色 深受异性的青睐 但是比较遭受同性的排斥 身边的知己好友不多 大多是对自己有意图的难性 女人长这种痣 很有可能成为第三者 插足别人的家庭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可能会好 十一 胳膊长痣 胳膊上长痣是很少见的 但如果此处长痣 则说明 其人一生操了忙碌 很少有能享福的时候 并且这里的痣颜色越深 说明其人的劳累程度越大 在失业工作上很有可能会努力工作 而得不到足够的回报 一生肚肚无为 事半功倍 十二 小腿有志 人行走全靠双腿 特别是小腿 迈出一步就代表着人生方向 如果小腿上有志 则说明一生都在奔波 飘忽不定 就像古代的奴婢 主人说做什么 他们就是唯命之从 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自己的主见 一生都很无奈 有时候并不是他们要这样做 而是当下局势迫使他们 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们的命运大多坎坷 身不由己 往往容易任命 一身穷困 十三 脖子左侧有志 人们俗称的辛苦志 就是长在脖子左侧上的志 长这样志的人 一生过得比较辛苦 有着较大的家庭负担 另外 无论是在生活 还是在工作当中 都可能一直顺身立体 并且一遭变故 这个志也能够体现出 命主的感情状况 不仅遇到烂桃花的 格里达 而且 他们自身婚姻情况 也不乐观 一损财败事 从而在生活中 出现矛盾和变故 十四 脚踝有志 脚踝连接着腿和脚 起到枢纽的作用 此处有志的人 是个操劳操心的秘 总是为了身边的人 欧心立血 父母的赡养 子女的教育 神迹关系的相处 工作的压力 常常让他们想要逃避 可他们去无处可逃 只能够负重全行 一辈子都在为他人服务 从来没有考虑心疼自己 从年轻的时候 因为操劳身体 落下了许多毛病 到老了病痛折磨 几惨一生 十五 鹅角长智 鹅角的左右位置 在面相学中 叫做迁移宫 这个位置的志向和气色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 是否经常搬迁 工作环境等很多情况 这个位置长智的人 会别紧离乡 不能在一个地方常呆 或者会工作 或者会生活 或者是卷嫁的女人 亦或者是上门的女婿 还有就是经常出差的人 如果是色泽明亮的黑智 说明这个人会在奔波中发财 过得很好 很享受这种生活 如果是灰暗的智 说明经常会为这种情况烦恼 或者会不断奔波所累 好的智能够带给我们好的运势 坏的智则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恶运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为 以及品德来让自己的运势变好 归根到底 运势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志是吉祥 记得下次与您的分享